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 由中国发起的这样的一个多边的金融平台 得到了如此多国的响应 从57个国家到102个国家 这是一个奇迹 那么这个奇迹来自于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亚投行对于可持续发展项目 对于环境保护项目 在亚洲地区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它弥补了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所不能做到的许多的领域 同时它能展示出这个新型的治理结构 在效率安全环保这几个方面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中国作为东道国并没有去干预整个亚投行的运营模式 反而是给予了必要的充分的支持 所以这一点也展示了中国的胸襟 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对于参与国际社会的治理结构所做出的贡献 那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也在积极地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 像亚投行包括一带一路包括人力命运共同体这种愿景 其实都是在引导人力社会发展 包括世界各国怎么样更好的合作共赢发展 更好的和平共处 现在我们各个国家都在忙于自己的疫情的防控 那么疫情防控的一个问题就会导致隔离 导致这个封国导致人员的交流的方慢 长远看都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是需要推动各国之间的合作发展 大家携手合作共同来战胜这个疫情 来推动这个人类这个不断的往前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